刘家老母亲生育了五个女儿,却只有一个儿子。 然而刘家这唯一的儿子却身患残疾,这让她的父母姐妹都操心不已。 刘家姐妹说,当年家中经济条件很差,四妹用她的牺牲换来了哥哥的幸福。 刘家姐妹告诉我们,这段用四妹换来的婚姻却没能长久,如今,他们谦让了一辈子的兄弟,却和他们翻了脸。 刘家姐妹表示, 三弟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对手足之情彻底失去了信心。 她这婚的这种地步,也是让人大伙不已。 台本上说,每一个姐姐,你看都是心疼弟弟,心疼弟弟,心疼弟弟。 然后现在你们站在弟弟的对立面了,不心疼她了吗? 她现在做这些年的事都让我们含心。 尽管姐妹们将矛头一致指向三弟,但是双方共同提到的一件往事,让我们感受到了血脉亲情的力量。 这个老三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说她在那个出车祸的时候,06年出车祸的时候,她姐姐妹妹出钱出力照顾她,她特别感动,记得在心里。 在自己最苦难的时候出手相助,三弟明确表示感激姐妹们的付出。 她坦诚,如果没有姐妹们的支持和陪伴,自己本就艰难的生活,必定是雪上加霜。 但是现在的她,似乎已经厌倦了反复提起这件事。 其实是人家拿钱付出,这很正义。 目前,家里面临签字出租的矛盾,每每因此发生争执,姐妹们便提起给弟弟看病的事。 弟弟强调,自己已经把姐妹们垫付的钱都还清了, 不愿再背负着这个人情债。 但是姐妹们会因此松口同意弟弟将这两母弟租出去吗? 那你们姐妹的意思就是保持现状,不去出租,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就是不去租租,让我妈,您就在那儿,继续住在那儿。 好好的,住在这儿。 显然姐妹们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帮母亲保住这两母弟。 三弟觉得自己明明是为了给家里创收,并不是坏事。 姐妹们的态度让三弟愈发的委屈,自己的确不像姐妹们那样对待母亲关怀辈致, 但是她有她自己的方式方法来让这个家过得更好。 三弟解释说,自己由于身体不好,不可能贴身照顾母亲。 而且老人当下可以自理,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三弟打算将房子和宅基地一起出租,用租金贴补家用。 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么有利的事情,为什么姐妹们会如此坚决反对呢? 您觉得她们为什么不让你租? 不是不让你租,而是心太脏。 您觉得您那个姐妹心脏吗? 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心脏。 您一人独占的时间太久了,就以为这都是您的了。 您认为整个这些房子都是谁的呀? 我的都是我的,哪有她的? 你不要再觉得你对那个院子有特权。 你妈刚才怎么说的? 不是你啊,头顶着我的,小手着我的。 我说没有你的,哪有你的份儿啊? 我说您独占了。 您别说独占了,您没有说独占了,是不是? 我说独占了。 我说独占了。 您别老这么呛呛的,这样的话解决不了问题。 您独占了这么公平独占了,您觉得您就这样跟我们沟通,我们是愿意帮助您的,是吗?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现在特别,我能感觉出来您挺生气的哈。 您在找他们商量之前,您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他们不同。 还是说只有,对您来说只有一个答案您能接受,就是他们得同意。 他们不同意,您就生气了,是吗? 没有。 我跟您这么讲,这是人家,了解好了我们村,说他们家的这几个姑娘的,一个跟他们商量好了。 不跟他们商量好了,我们都难懂,人家知道了。 所以啊,现在就是你,你们家果然如别人所说,就是他们不同意啊。 对。 那您生什么气啊?您不是应该做好准备吗?跟人商量就有可能是两个结果。 按这个,是不是,律师说的是,好像是,我就得,我就得有这权利,我就得,我就得要租住是,不是我,不是这种想法。 我还没问,没问完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 如果您的那个几个姐妹,也像您一样,就是对这个房子,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他们把那个租出去,他们找他们的住户,可以吗? 我觉得租的合适,不可以,不合适就不成。 那我觉得您可以跟他们商量商量,就是你们达成一致,看看是不是由别人来来主持这件事,他们觉得更可好,更可好些。 因为你们家人现在好像对你,那个,我通过这件事,我跟他们听话没有话,不来往了,因为什么,就说是,到你们他,我大姐咨询的这儿。 我现在问您啊,你这几个姐妹不同意,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同意? 这很正常。 怎么正常玩,你怎么认为的,我听见您的想法。 因为他们总是认为我脑瓜里的有数,怕那你也蒙了,就是他想法,这个,对吧? 是对你的做法不太相信,对,是吧? 为什么不相信你? 你那煮烤烤的事多了,还人家比想住你,和我说,你干什么顺利事? 我们发现,弟弟非常清楚姐妹们不同意出租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相信自己,怕自己上当受骗,赔偿老母亲全部的财产。 那明知姐妹们心思的三弟,有没有想办法改变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呢? 那你这事做的这个过程,你没有跟他们说这事吗? 我把他绝过去了。 你跟他说,跟你姐妹说了,说要租房,你跟哪儿签协议,跟谁谈的这些事,你跟他们讲过吗? 他说你租房子,别有气体我都知道,因为我弟弟他什么事,他不过我,我不知道。 现在我就问你,你认为你做的这事可靠吗? 姐姐们认为不靠谱,您认为靠谱吗? 对。 您认为挺靠谱的? 肯定靠谱。 我不认识的人,我肯定不让他看房间。 租房一事,双方各有各的说法。 然而老母亲年近八十,三弟也没有提出租房之后,该如何解决老母亲的居住和赡养问题。 因此,五个姐妹之中,谁也不敢冒险让三弟把母亲养老的房子轻易租给外人。 调解嘉宾们认为,姐妹们的顾虑绝对在情理之中, 那么三弟究竟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处理好租房租地的事情呢? 那如果啊,咱们再换一种角度说,如果姐姐们说,可以,你把这房租了吧,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房子的,至少他们是有份额的,那我们把我们的份额从租金里拿走,这样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所以对您来说,只要是房子能租出去 对 份额不是问题 对 那您将来想去换的那个房子,您看好了吗? 没有 您不能说,前脚我从这儿搬出来,第二天我睡马路啊 人家肯定得融稳啊,会给您一段时间 给一段时间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让您租? 不是,不让您租,只是心态酸 刚才姐姐妹妹说了,她们是怕租了之后,妈妈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你这个,包括,跟那个老妈这个,一个道理的,为理由,你说这,她说那,特能办 但是您这直接下了一个心脏这个结论 咱家救赎她学了,救人没有咱家 救她上我高中,咱们都没上,我那边学业好,初中毕业,人家老是上家要求我上了都没去 我说我妈说光屁我念头念不起,得子您儿子少,夫妻儿子都没上 老是上家去两床 先生,我得说句难听话 您觉得您那个姐妹心脏,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心脏 您说说我觉得心脏的理由 因为,我告诉您,你们家这房子,你的所有的姐妹都有份 你跟他们的份额一样,但是这么多年,他们什么都没说 他们让你一样独占的地方,以至于时间太近 那是老店的安排 我没说完呢,你等我说完,你等我说完 你等我说完好吗 是,别说 以至于,您儿独占的时间太久了,就以为这都是您的了 但是其实啊,您在这院子里,站的份额,跟你的姐妹们一样,是很少的份额,因为大头是你妈妈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他们是有所图的,我觉得您心不干净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怕了你,我觉得 因为不想给自己,就是如果你这一步骑啊,比如你这回想租房子的事情,一步骑要走错了的话,他们怕从此以后 除了背上你妈妈,还要背上你,他们不乐意,因为其实内心里面,他们对你是不大认可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过往有些什么问题啊 他们对你们不,他们对你不认可,他们认真的觉得,如果这房子你要处理完了的话,你会变成他们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你们家现在发生的事情 您说完了吧 说完了 我给您咯愣一下 您说我独霸,是错误的 您说我独霸,这院里还有别人来住吗 还有,你这几个姐妹来住吗 那我就是我独霸的 独占,我没有说您独霸,我说您独占了 您没说独霸,是因为 您没有说独霸,没有 是不是,我说独占 我说独占 是因为连你女儿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她的了 他这个想法从哪来的呀 恒不是他这几个姑姑给他灌输的,对吗 你别以为你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这时候一传就传给你了 他们爱说我什么说什么,我都不在外七里边去的 现在他五十多岁了,他自己的能力都将将维持 他们会这么激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是父母的家 没有对老人家个很好的交代 那老人家当然就不能让你去 我这人最说理的了 对,所以我们不会扩大你的矛盾 我们是希望帮着解决矛盾 包括我刚才说,我为什么问了很多细节 那就事情梳理清楚以后 我们也讲讲我们的看法 然后你看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接受 然后我们也听听你的想法 我们能不能接受 如果我们能接受 那我们跟你的姐妹们也去做一些沟通 那办问题就解决了吗 我们是这么个出发点 所以你最好不要有这样比较对立的,比较抵触的情绪 调解嘉宾发现 三弟虽然来到了调解现场 但实际上很难接受调解嘉宾的观点 这非常不利于我们之后的调解 于是调解嘉宾也不得不用更加通俗的语言 让三弟直面家里的问题 听到您的描述啊 您家这地儿确实大 房子确实多 如果说您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土地给流转起来 对吧 通过这个租金改善一下生活 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操作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怎么操作 您呢也别老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肯定是对的 我的想法是万无一失的 您多听听 多听听懂行的人的意见 比如我们的律师 好吗 这件事并不是完全不可以 因为您家这么大地儿 放了确实浪费 那规制那些屋子得花多长时间呢 是不是 就是嘛 对呀 所以我有这种想法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 我们是想帮您 不是 您别老这么呛呛着 这样的话解决不了问题 好吗 为什么说 刚才说了 说我归你哄他爸爸 嗯 你说为什么吗 你这么好 你这么好 就这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能这么说的 对不对 是不是我这说的 是不是我这说的 我这忍一抵我啊 是不是这说的 您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的 您觉得您就这样跟我们沟通 我们是愿意帮助您 是吗 您觉得您这样跟您的姐妹们沟通 他们是愿意把自己的权力让度给你的 是吗 刘家六姐弟为了老母亲的善养问题和房产问题争执不下 而作为当事人的老母亲还迟迟没有露面 他那么是不是 有那么能力吗 还拿住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妈妈能力还不错呢 因为她成功的阻止了你 这位一直保持中立的老人家 对于子女之间的争执 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将刘家78岁的老母亲 请到了第一现场 弟弟做了什么事 让你们就站在他的立场对面了 就跟他给他隔了换的鞋都差不多 他打我的同事 打了我妈 带房子又跟你们商量 我自己的地方 就是说你建立方就是你的了 这个字你要付钱 你就想分我的地方 你好还是儿子对你好 还是闺女对我好 您是这两边的中立的一方吗 什么中立什么呀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您对儿子和女儿 他们之间的矛盾 没不参与 没参与 没有 不倾向于谁是吧 没有向着谁 不倾向于谁 儿子 闺女也没分招 我们都没那么生分 本来是你姐妹之间没那么生分 对了 姐妹甚至没有 跟儿子也没生分 没有什么生分 刘家老母亲刚来到第一现场 就和调解嘉宾们 念叨起了自己家孩子们的纷争 在母亲看来 房子之类的事都不是什么大事 一家人和和睦睦 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调解嘉宾对老人的心态表示赞赏 但是老母亲的观点 对于调解而言 还是至关重要的 那您认为这房子是谁的呀 您认为整个这些房子都是谁的呀 我的都是我的 哪有它的 我就问说 我说你呀 说得太不对了 我说你呀 头顶着我的 脚损着我的 我说没有你的 哪有你的分 老母亲告诉我们 其实她对儿子早有不满 从赡养费上就能看出差距 其中有一笔钱 让老母亲至今都耿耿于怀 给您钱呢 给钱呢 给钱 都给多少钱啊 最多的给500 最少的给200 还有给100的 也可以了 那您儿子给您钱吗 我说那钱再还带500块钱呢 您还想让他还吗 我想让他还 他说别还 别还 他还 哪钱都没还 您看欠您钱多长时间了 从这过年 从过年啊 好长时间了 半年了 那您除了 平时闺女给您钱之外 您自己 就一万有我自己 我也有老人钱 老人钱 我这点 这点钱呢 我这儿子也不交母子 在和老母亲沟通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虽然年近80 但是老母亲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是很清晰的 心里的一本账 也记得清清楚楚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让您租 不是 不让你租 而是心太脏 您觉得您那个 姐妹心脏吗 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心脏 您一人独占的时间太久了 就以为这都是您的了 您认为整个这些房子都是谁的呀 我的都是我的 哪有他呢 你不要再觉得你对那个院子有特权 你妈刚才怎么说的 你妈刚才怎么说的 我说你呀 头顶着我的 小死着我的 我说没有你的 哪有你的份儿啊 我说您挺善的 您别说这句话 您别说主板 没有 是不是 我说挺善的 您别老这么枪上的 这样的话解决不了问题 您说什么 这么跟进所内的 您觉得您就这样跟我们沟通 我们是愿意帮助您的 是吗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您这老人钱谁拿着呢 老五是吧 老五 您的钱都是老五管着是吗 都是管老五管 我说用多少钱 他就给我取来 就拿来 那现在您的儿子 他想把您家这个院子 他说太大了 您俩住着浪费 他想把这院子和弟一块租出去 再搬一小地 您乐意吗 我不乐意 就说是钱子 等我累了 他不来电话 他说 您别插门 回头来瞧房子了 我说不行 插门 他就没党门 他肯定就不愿意住 他也不相信他儿子 他儿子什么呀 他谁不知道 他也不来 回头让他一个生人来 我那个地方是村边洗 那他有一人去了 村边洗 没有人家 我知道什么人呢 他一说他不愿意了 他就一天都哽着哽着的 不生气 所以您自己的地儿 您要坚决地把门插上 汉卫这个地儿的 对了 不让拉 我说不租了 我说你帮店 你把这嘎 那嘎的地方大 没够 二毛来地 那宅院 那嘎的地方大 他老店 你租出去 我就是 就是不愿意租出去 我们发现 老母亲的态度 并不像三弟说的 年纪大了 不拿主意 相反 母亲用行动 证明了自己态度的 坚定程度 坚决不同意 把房子租出去 不许看房的人进门 现在您的儿子和闺女 他们现在这么着 一直这么水火不容 您什么态度啊 我就惦记 我也得 他不是 这嘎的地方不大嘛 我就惦记 三一三十鸡 这不是 闺女也养我 也 我这个 就说这高个儿的 穿大裙的这个 他竟给我弄大笔弄面 看这小个儿的老丫头 也给我弄大笔 人家那分大笔 吃不了 就跟我闹去 没食指 说这儿子 还都给钱 他还不给我钱 让调解嘉宾 没想到的是 老母亲不仅 不同意把房子租出去 甚至还想把这两股地 平均分给六个孩子 不知孩子们知道了母亲的主意 做何感想 我们决定让一家人同胎 当面解开彼此心中的误解 我想先跟这个老三啊 说我想问母亲在回答问题 就是我问他 愿不愿意把这地租出去的时候 特别坚决的说 不愿意 对 所以您看现在您家就是六个 加上妈妈七个 六对一 就您愿意 别人都不愿意 怎么办呢 虽然我也认为这个地儿太大了 放这儿浪费 是应该用它来 比如说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啊 或者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但是妈妈不愿意啊 几初就是征求意见 就是都不愿意 咱们不出 那现在呢 不租了 就不租了 没想到三弟的态度 在一家人同胎之后 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既然姐妹们不同意 将房子租出去 那就不租了 干脆利落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那么接下来 就该讨论老母亲的赡养问题了 赡养问题也好 这些人呢 是不是我也可以 对吧 您跟您的姐妹商量一下呗 因为现在您看这个妈妈确实行动不是很方便 刚才自己都说了岁数大了 做饭自己做的也没滋没味儿的 刚才岁数大了 就连我自己做饭都不能味儿 对 您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和一个老奶奶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确实是您家盆头连老条底都有可能 但问题是这不还有五个姑娘呢吗 他们也愿意去看妈妈 妈妈也愿意他们去看 对不对 我跟您这么讲吧 我是一层纪人 嗯 我们知道 我那会儿 我说我刚出院 自己做饭 自己割台湖 防好变 是那会儿 我说妈 您向大队说出去 咱们都问 问南户 是不是 我也没 什么能力都没有了 对吧 我不去 全国不要 我说您去个海门去 跟您嘴唾 我怕咳唾唾 我主管 早上大队两次 大队也说 您也别来了 谁说你干嘛 跟您办了不多了吗 咱也符合调价 南户 是不是 我也没 我们能力都没有了 我们不是在调 您的战养费 我们是在说 老人的战养费 您不给 我们找人来分担 我妈说您 他别人没机会 把他胳膊都凉了 您说一个大老爷们 和一个老奶奶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确实是 您家盆上电碗 到底都有可能 您欠了妈妈 五百块钱 是 属实 嗯 我跟您说 什么时候拿的 七月二号借的 刚才说半年了吧 还有 您需要问什么还 然后 什么时候还 我现在 身上也有一些问题 把我您姐姐借的 弄好了 我就还 就给 我也不是说 互给钱 这个钱的问题啊 那个妈妈也会惦记 跟您要的 我肯定也会给的 对对对 包括我现在 有点事 不是 确实也 还从我二姐这拿了五百呢 还从二姐拿了五百 对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您这个 这房子是不租了 但问题是妈妈这么住着 确实是需要人照顾 她说她每天就 她一个人 就这个孤独且不说 关键是 比如说家里面 需要添点什么东西了 需要买什么 不能说 全靠这五个 您这五个姐妹 一个星期也好 两个星期也好 不定时的去送 不定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倒是 现在急待要解决的 您觉得吗 我觉得也是 因为什么 在大队调节 就明显的 把这些问题 都说出来了 我刚才也说了 是解决办法 来几位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维持现状 可以吗 让老三回去 跟他女儿说 以后不许再婚姑姑了 还是几位要 必须今天要一个 什么样的说法 给钱 什么什么个给法 什么个养法 人流养 是怎么 我妈自己 她点点没机关 把这胳膊都了着 你们现在还手带有了 胳膊烧了 没有安全感 我理解 就是你们现在说 这个 现在提起来这件事 你们其实是有 你们的安排的 不妨直接把安排说出来 别让弟弟觉得 你们好像 哪位才的一样 直接把安排 就说出来好了 你们是他的姐姐 经过调解嘉宾的 耐心开导 三弟的态度 不再强硬 不仅同意不再提租房子的事 连自己应该承担的 赡养义务 也表示愿意旅行 三弟的转变 让我们的调解 看到了希望 调解嘉宾发现 姐姐们心里 其实已经有了方案 但一直没有说出来 咱们那时候 第一 赛养老人们的钱 咱们明说明算 说谁也不说 谁也没给谁 咱们可以了 赶紧交公家 不是交大队的 还是交公家人 交一个人 什么呢 说 刚才说给了一次 这也得有个程序了 对 咱们一会儿 咱们就说协议 你也不说你给了 他也不说他没给 这件事不说了 钱的事情说完了 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 你们叫公家的 相对公正的人 然后把钱交给他 这可以 接着往下说 还有呢 一二个次 我哪里有你 是咱们一个月 轮班次 你从你他从来不行 你得表达你的 就是咱商量的 商量的 你们现在就是要商量 我们要听到你们商量 对 你们五位有一个一致意见 你们来之前没商量吗 我有一个提议 您说 要是我妈不愿意说住闺女家 就愿意住她那地方 我们几乎姐六吧 她儿子也算 是不是 就是一周不是七天吗 对不对 每人一天成 成 不就是礼拜一我老大去 礼拜二老二去 就迎接着看 行 行 也可以啊 你们都方便吧 没有说上班离不开什么的 比如说我老大 我就是礼拜一 我有事我去不了 说老二你去我去 自己调 这是我们自己调 互相调缓 对啊 行不行 可以吗 对对人家同意的话 人家不同意的话 我必须去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 二姐可以吗 四姐 都没问题是吗 这个老三呢 可以吗 我也没意见 一人一天 就这一天 可不是说打一照面就走了 对啊 这四几天的饭 对得做做饭 对吧 住不住那 夜间不方便的 那毛病呢 打五天我也住 可以住吗 可以住 我也可以住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个问题 人家姐妹说 你这个建议很合理 人家都同意 可以住 24小时 24小时 一直到下一个人来接班 这个人再走 对 对啊 可是人家人家谁 谁 你也算其中一员 是吧 你呢 你远看了吗 我也同意了 跟他说了吗 是啊 你讲了吗 说到礼拜 到礼拜五 我就红红那了 礼拜六就是你了 嗯 礼拜六就是你 你是一二四小时 然后礼拜日没人了 不是 礼拜日没人 也可以还我去 是不是 你有二八等牌吧 对 一二八等牌 也不能说礼拜一 礼拜几了 你也有二四小时 对不对 对 因为现在老太离不开人 一件事如果讨论完了 就不重复的讨论吗 下早 还有别的事情吗 还有这个地方的怎么说法 我妈干嘛 不租了 就不租了 不租了 嗯 你们俩都是认识的事 假如说 什么叫继承啊 来等会 小贝说 就有赛养的 也有那个什么的 继承权 也有继承的权利 你妈不是还在吗 有赛养的权 也有继承的权利 因为我妈现在 我觉得我妈 有时候挺好的 脑瓜挺好的 有时候她也放出了 刚才你妈妈在台上的表述 你们在外面听得见吗 听得见 我觉得你妈一点都不糊涂 不糊涂 她头脑非常清楚 这也挺清楚 她说到财产的处置 你听见她说什么了吗 我听见了 什么 3731嘛 对 然后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是怎么解决 这个事 不用 你等着她 你等她没了那天 行吗 大家耐心一点 她还得活进去 对 我还愿意 我妈都活进去 就是就是 所以何必现在讨论这个呢 多让人害羡 通过调解嘉宾的开导 刘家姐妹们脸上的阴霾 散去不少 姐妹们得一轮班24小时 陪护在母亲身边 调解嘉宾也提醒弟弟 一定要多为老母亲着想 鉴于双方态度都有所缓和 我们决定 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调解方案 我相信是除了这个儿子以外 其他任何一个女儿 要出这主意 都会有人考虑 唯独这个儿子 就没人考虑 他们家真是 还是万幸这么多子女 一人一天真可以 这方真蛮好 老太不离开 她生活这么多年 给老院子 儿女们刚才住一晚上 24小时 这样 这个也提得合理 晚上的确需要人陪伴 这样就OK了 要不要给钱 儿女们还要不要出钱 出力 出力已经解决了 协商好调解方案之后 我们将此后调解的重点 放到了老母亲的身上 刚才跟闺女们商量了 您这现在腿脚不灵光 做不了饭 闺女们轮流来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孩子 比如说老大先来 然后呢 在您这住白天晚上24小时 他们24小时接班 还有一个就是 您这扶养费 赡养费 还要吗 赡养费 每人固定给呢 还是 不固定没 我这闺女哪个都给 那儿子呢 您这块要吗 儿子不给 儿子不给您要吗 我们现在就问您 您要我们就给您要 要 一个月咱也得多说 二百块钱 多不多呀 不多 是不是 二百块钱可不多 是不是 那咱就这样 每人二百 闺女肯定比 这给的还多 对 那咱就规定一个底线 每人二百 首先儿子也得 给他提个要求 也得再二百 对 咱就每人都二百 好吧 听说女儿可以二十四小时 陪伴着自己 老人的欣慰 易于言表 从言语中可以看出 老人对五个女儿 对自己的照顾 是非常满意的 最后决定 每个月 每人给母亲 两百元赡养费 这笔钱 对每个子女而言 更多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而六个子女 凑到一起的赡养费 对老母亲 也能起到实际的帮助 那么 最后的调解方案 刘家六姐弟 能达成一致吗 难过 我也没 他们能力都没有了 我们不是在调 您的赡养费 我们是在说 老人的赡养费 您不给 我们找人来分担 你和你女儿 可以翻译 省得看人家心怀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 让他们那样的 你可以提要求 别人也可以提要求啊 不是 你们是平等的 你不要再觉得 你对那个怨 有特权 别让老实人吃亏 你看你们家 其实这个问题 现在基本上 已经解决了啊 但是最后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刚才 我们征询了 这个老母亲的意见 老母亲也委托 陈律师 来向你们 转达一下 他自己的意见 这个刚才 在我们下去之前 就基本问题 大家已经 达成了一个 大致的一致 基本达成一致了 那现在有个问题 没有提到 就是各位除了出力 照顾母亲之外 出钱的问题 没有提到 那么我们认为 照顾老人 山老人 我经常在讲 三条内容 经济上的帮助 生活中的照料 精神上的危机 精神上的危机 现在还要求 你们出钱 出钱也可以 这个以前 我们一直都做的 所以我们问了 问老人家 我说老人家 非常庆幸 生了这么多孩子 不像我们 有的像我们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不能干 我们就没饭吃了 就我在大地方 能不能给他分了 三一三十一 省得我这孙女 老公我惹气 什么叫分了 三一三十一 怎么个三一 不是就六个孩子 你分一 没人一份 没人一份 对了 那怎么分呢 就各自让他盖房来 这两母地当中 各自来盖房 我就分一说呀 就等着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意见 我们的意见 我跟您问问 老人家 能不能办 从台一开始 老母亲突然插话 再次提到 想要将财产 分给孩子们 面对这一变化 调解嘉宾 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的意见 不分 不分 那当然 毕老师说了 等您百年以后 再说吧 而且我一直在说一句话 老人家看好自己的财产 不要在自己有生之间 把这财产都分掉 分掉就是是非 我们最后就没地儿待了 明白吗 对对对 我跟您说 今天这个节目 他们人手都可以有一份的 就凭着我们这个节目 以后您要是不在了 他们也可以分到您的财产 所以您不用操心这件事 您不操心 您就好好过您日子 您在这一天 攥得死死的 要是哪个人特别不听话 您生气了 您就 临走之前留句话 说就不给他 然后他们就可以不给他 好吧 得 这是这个问题回答您了 那么所以刚才小闺女说了一句 我们的建议啊 说每个子女 根据老人家的生活需要 还是出一部分钱 出多少呢 征询了一下老人家的意见 一个人给200 一个人给200 是您说的吧 一个人给200 这家里面的钱就不少了 不少不少 好吧 各位 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给不了 谁给不了 我给不了 儿子给不了 其他五位呢 都能给 都能给 那你为什么给不了呢 我当时 说我能上班 反而人家不用我 你是三级人 不是 没有收入 听我明白 就是你意思 你没有能力给是吧 对 这意思吧 老妈妈 儿子说啊 他没有能力给 你什么意见啊 没意见 妨给 了解进行到这里 律师陈旭向老母亲强调 自己的财产 在有生之年不能分 掌握在自己手里 晚年才最有保障 虽然作为家里 唯一的儿子 三弟依旧直言 自己不能承担 每个月200元的赡养费 但是母亲似乎 也不愿意 在这件事情上 再做讨论 对此 我们的调解嘉宾 还在做着努力 阿姨我有办法 把他那份啊 平摊在女儿的头上 以后他分您遗产的时候 把这份再还给姐妹 就可以了 行吗 您问他原因 行吗 问他有意见吗 我问您 您有意见吗 他因为不能做这件事 他不能做这件事 那我们要想补偿的办法呀 我们不能让老人吃亏呀 对 您多点 行吗 不是了 现在要和分的一样 毕老师的意思是 您要不容易我也不找您 我找他们其他的 毕老师的意思是 现在他不没能力吗 行欠着 你们今儿得先帮他出 但是当分财上那天 把他没出的钱给扣回来 是这个意思 那比如说 你有人帮他出 四十块钱 他可以不出 那你一年下来 多少钱也很有限的钱 那然后每人 不是说下来几年 看多少年以后算算算算比仗 多替他出了多少钱 然后在分财产扣回来 这个意思 愿意吗 你们 愿意 老六没问题 老五来 没意思 老四 行吗 可以 刘家姐妹表示 他们可以平摊三弟的赡养费用 此时 三弟又提出了另一个质疑 现在老妈这个 低保七百多 第二岁人钱一千多 更不好自己生活 我们不是在调您的赡养费 我们是在说老人的赡养费 您不给 我们找人来分担 我们是希望老人 生活各个保障 不是 刚才已经谈到了 说这个人帮伺合吧 是不是 已经谈到了 假如说 真理这事 别 别 真理 真他这事 别他那事了 又 吵着起来 怎么办 这样嘛 现在首先是 把大原则定下来 一人一天 刚才也说过了 哪个姐妹 真的自己 肯定都得有矛盾的 矛盾已经闪出来了 那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好包 哪天 她自己不舒服了 你比如大姐 也是要六十岁的人了 那她不舒服了 她说要休息 那她跟哪个老 老五啊 跟老六啊 跟老他对谁商量 说你能不能替我一天 等我身体好了 我再给你替过来 这个事没有绝对 一定要可丁可锚的 对不对 我建议就是什么 他自己盖一间 是不是 老征着啊 不 他盖一间 怎么盖一间呢 谁照顾他呀 他那一个就 还是留在厕所 让我们今儿几个 在那院里盖 好 今儿几个美人在那盖一间 突然我们去他那房子了 那房子不是他的 他以后 他这么想 他认为就是他的 他认为他 风就是这个 此时 三弟突然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他建议姐妹们 给母亲在旁边 重新盖一间房子 不要再和自己有来往 那么 调解嘉宾 会同意这个方案吗 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让您租 不是 不让您租 不是 心太脏 您觉得您那个 姐妹心脏吗 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心脏 您一人独占了时间太久了 就以为这都是您了 您认为整个这些房子都是谁的呀 我的都是我的 哪有他的呀 你不要再觉得你对那个院子有特权 你妈刚才怎么说的 你妈刚才怎么说的 我说你呀 头顶着我的 脚损着我的 我说这没有理的 我说您独占了 您别说独占了 您别说独占了 没有 是不是 我说独占了 我说独占了 您别老正在枪上的 这样的话解决不了问题 您说话没有 这么回忆责任 您觉得您就这样跟我们沟通 我们是愿意帮助您 是吗 各位先生 我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你和你女儿可以搬住 省得看着她们心怀 怎么样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让她们那样呢 你可以提要求 别人也可以提要求 不是 你们是平等的 你不要再觉得 你对那个院子有特权 阿姨 我觉得您 虽然有把的年纪 但是您是弧度 您不是个弧度的人 所以呢 子女的表现 都应该在您心里头呢 对 一定要论功行赏 嗯嗯 是 如果您不论功行赏 做得好的人 他也不对您好了 对吗 对对对 所以 谁做得多 谁做得少 心里这本账 一定要记清楚 嗯嗯 是 就是一句老话 别让老实人吃亏 嗯嗯嗯 这话对了吧 别让老实人吃亏 人家 在性格上 可能稍微软一点 嗯 但是活干了很多 嗯 然后您让他吃了亏 这就对他不公平 嗯嗯 我刚才说了 您很有本事 生了六个孩子 像我们就一个 也想偏向谁 也偏不了了 只能偏着一个 嗯 但您六个孩子 就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 嗯嗯 必要是想说的 也是这个意思 叫公平 只有公平 嗯 这个矛盾 才能够去缓和 才能够去调解 啊 我的闺女啊 没有毛子 都挺好的 这个不错 那您的福气啊 最后 毛端还很多很多 您看着 毛端还少不了 最后 来来来来 首先 钱您不给 对吧 这 我有成立的就给 这院子 我还不说 绝对股 咱们互相尊重 你们这几个人 剩下的这个 五个姐妹 嗯 轮发照顾妈妈 每个月 一个人给200块钱 有问题吗 没有 没问题 这件事 现在商量好的 你们五个人之间 是需要签合同的吗 是需要签结议的吗 还是说 说了就算数 算数吗 可以算数 因为对我们来说 签不签协议 没有大问题 只要妈妈 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 好吧 你们自己 把时间表定好 不要让妈妈 这个有人照顾的 这件事落空 好吗 然后呢 每个人每个月 200块钱 证明发现 让他手里 有不杀老心理 完全的 经过调解嘉宾的 解读和分析 老刘家的争吵 终于告一段落 我们希望刘家的子女 不要过于纠结于 结论已经非常明确的 法律问题 而是要多从老母亲的角度 照顾老人 尽到子女 应尽的义务